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有个超大的好消息 我家偶像成为了侯游乐园的宣传大使 对 就是那个以侯母和史莱姆为主题的大型连锁游乐园呀 那位侯母更是全球范围里的超人气角色 我小时候还看过不少关于她的系列动画呢 之前云州区那边的侯游乐园不是一直在建设中吗 最近终于要开园了 我在网上查过了 在开园活动里 乐园会给游客们准备很多奖品哦 哎 要不等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一起去玩玩 怎么样 嗯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侯游乐园是吧 正好我想替何印考察考察这个游乐园的发展前景 不如也带我一个 目前我手头也没有什么紧急的案子 我也可以帮忙 我这几天正在休假 需要帮忙的话 我也可以 倒也不需要这么多人 啊 不需要吗 可你刚刚不还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有句话说得好 人多力量大 我们一起帮忙 肯定能顺利解决委托 你说是不是啊 夏宴大侦探 没错 夏宴 我们应该也能帮上你的忙 唉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难道我能拒绝吗 好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神老伯伯家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 �이叫你 我没错就在下车里了解决 一个肯定能证灯了解决我 这些想必就是你在电话里提起的朋友们吧,也谢谢你们啦。 沈浪先生,客气了。 我们还没做什么,您不必言谢。 是啊,说起来还是我们讨扰了。 沈浪伯伯,之前在电话里听您说想让我帮你们去侯友乐园拿奖,这一部分能麻烦您说得再清楚一些吗? 怪我没说清楚,其实啊,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帮我和老伴拿到侯友乐园的大奖。 嗯,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孩子啊,叫沈兴露,他从小就喜欢侯母。 我们家呀,以前条件不是很好,只能答应兴露说,等以后卫明市开了侯友乐园再带他去。 谁知道啊,这一等,就等了这么多年。 最近啊,市里的侯友乐园开业,可兴露却因为工作的事情飞到国外去了。 我和老伴啊,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完成他儿时的心愿,也算是在他回来前给他准备的惊喜。 可是我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不变,这才想到找小夏帮忙。 是啊,行路总和我们说,如果他不在家,有事找他的同事小夏,这没错。 啊,对了,有件新路的东西,你们等一下啊,我和老伴儿去拿过来。 啊,沈老夫妇对他们儿子可真好啊。 过去了这么多年,沈兴露现在都成了飞来飞去的大忙人,他们还想着替他完成童年时的心愿。 看得出来,沈家的家庭氛围很和睦。 你们瞧,就是这个。 这是…… 是新路刚工作不久时用的日记本,里面写了不少关于侯母和侯优乐园的事。 我们呀,也搞不懂他喜欢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怕给你们说错了。 你们啊,直接看看新路写的日记好了,那些东西啊,你们年轻人更容易搞懂。 日记本里的内容,可能会涉及沈兴露的个人隐私,我们直接翻看,或许不太合适。 嗯,未经他人允许,我们无权查看别人的隐私。 啊,你们放心看吧,这里面没写什么特别私人的东西,新路是不会介意的。 是啊,要不然新路也不会把这本日记本留给我们了,你们就放心吧。 啊,这…… 沈老伯伯都这么说了,我们就稍微变通一些吧。 毕竟也是给新路的惊喜。 是啊,现在在打电话和沈兴露确认,那礼物的意义可就失去了一大劫了。 好,到ien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哦 我有时间可以一起去 我没意见 我也可以 其实 除了给星路的大奖 我和老伴还有一件事 神老伯伯您说 我俩一直尊重孩子的意愿 从来没管过她的喜好 但我们一直不懂 她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侯母 喜欢侯友乐园 我们以前总以为这都是些小孩子才喜欢的玩意儿 甚至星路长大以后啊 我们还说了她好几次太幼稚 现在想来 唉 这次啊 你们去侯友乐园 能不能替我和老伴看看这侯母 看看星路为什么那么喜欢她 神老伯伯伯 您放心 交给我们吧 啊 谢谢孩子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好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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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游客下午好啊 需不需要帮忙 这你就问多人了 我是乐园里负责引导的工作人员 所有问题百无禁忌 知无不言 你说的好哟 好哟 好哟 是我们开园节里最著名的活动 目前为止啊 已经有上千名游客报名了 是的 大家的热情啊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所以这次我们整体活动稍稍进行了一些改良 这次一共分为三个探索环节 按照时间阶段性开放 每一个环节会有不同的任务 并且难度依次递进 只要完成全部的探索 并且最后通过我们官方的认证才能获得神秘大奖 偷偷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这次厚厚好运活动 极大概率会采取问答行事啊 这个 在没有公布前我不能说 不好意思啊 要不我来跟大家说说 为什么厚厚好运会成为最著名的活动吧 偷偷好运最独特 也是最出名的 就是它的神秘大奖 这份大奖会根据每次乐园落成的地点进行特殊设计 所以在奖项公布前 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 换句话说 每个地区偷有乐园的偷偷好运大奖 都是独一无二的 呃 各位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宣传单上并没有写明探索环节的具体信息 我们该如何得知这些内容 唉 这个问题也是被提到最多的问题了 呃 下次我们一定写进宣传单里 嗯 具体的信息和活动地点 我们会在活动开始后 分阶段公布在厚有乐园的官方网页 呃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能收藏加好评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会有小礼品赠送哦 还要分阶段 为了培养用户浏览官网的习惯 这也算是常见的运营方式 我刚才看了一下 厚厚好运的活动还没有开始 各位放心 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不过除了厚厚好运 各位不考虑别的活动吗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活动和体感良好的游乐设施 像乐园里的过山车 摩天轮 天鹅船 以及旋转木马一类的 都是广受好评的项目 也可以去试试看的 参与活动啊 也会获得相应的悠悠奖券 可以去对讲主抽奖啊 啊 对了 我还想为大家介绍一个我们侯友乐园的经典保留项目 烟花庆典 开元节最后一天晚上 会举办一场隆重的烟花会啊 本次庆典使用的烟花是邀请了知名烟花设计师进行设计制作的 效果啊 绝对是国际水平 那祝你们好运 希望你们能在厚厚好运里获得大奖啊 等这次委托完成 我们再来好好玩一趟吧 不错 我认为这里的游乐设施还是值得体验的 合影可以提供免费年考 姐姐 你以后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当然了 好的商人可从来不会错过机会 看到有感兴趣的游玩项目也可以告诉我 或许 我们可以找个空闲的机会再来体验一次 在数字幕里面内发现 请不吝点赞 广杂入 ать多海闹目时到为了 要让赞 广杂入π币弹地 慶入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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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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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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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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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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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Pierre 因为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 一度想要放弃治疗 是侯母带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 在后面的化疗时期 也是侯母 陪伴着她度过了这段最难熬的日子 如果没有遇见侯母 她可能在一开始就放弃了 所以我想 侯母的存在 确确实实 正在激励着喜欢她的人吧 那时她考试失利 又加上父母责备 内心很脆弱 机缘巧合之下 是侯母的故事鼓舞了她 那个女生还说 以后每次大型考试前 都要来侯母游乐园一趟 求个好运 看来侯母对她的影响不小 无论是那位生病的小粉丝 还是路上碰到的那个女孩子 对她们来说 侯母虽然只是一个虚拟角色 但却在她们身处低谷时 给了她们最需要的鼓励 是的 而答案 已经很明显了 我赞同你的想法 这样的瞬间更深刻 也更震撼人心 既然想好了 咱们就写上这个 作为答案 有些人从侯母那里 获得了激励 有些人得到了快乐 人们因为不同的原因 喜欢上侯母 但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或许沈星路 也是因为某个相似的缘由 然后喜欢上了侯母 没想到我们在第一站 就可以帮神老伯伯他们 解开这个疑惑 那我们现在去她们家里 汇报一下目前的进度吧 顺便说说这个想法 有些人需要的 我们在其他人做了 在我们的事情 请感谢这个想法 请不吝点赞 语订阅 读一句话 请不吝点赞 读一句话 请不吝点赞 读一句话 请不吝点赞 语订阅 没想到那件事会是这样 这是兴鹿小时候的事了 兴鹿从小就喜欢跑跑跳跳的 所以我们送他去了武术班 在那里啊 兴鹿喜欢上了武术 学习武术啊 就不免要参加一些比赛 那时候啊 兴鹿个子小 自然会比不上比他大一点的孩子 有次啊 输了比赛以后 兴鹿难过极了 整个人变得很消沉 连饭都不肯吃 可怕我们吓坏了 但是没过多久 他就恢复了精神 继续努力训练 说自己要像他的朋友那样 永不放弃 从那以后 即使再次输了比赛 兴鹿也能很快 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我们原本以为啊 兴鹿说的朋友 是哪个同学或者是武术班的人 现在看来 他说的应该就是侯母吧 如果那时候 我们能和新路再多聊聊就好了 那时候懂了 也不用等到今天了 都过去了 老伯 现在知道 不也很好吗 哎呦 你看看我 明明明是高兴的事 怎么突然就伤感起来了 听你们说 这个吼吼好运 还得有几项事要做吧 真是辛苦你们了 希望一切顺利啊 我也很期待下一步要做什么 按照时间 我想马上就会公布 第二站的内容了 根据之前的题目 我认为接下来 都会是比较抽象的主题 不管什么都难不倒我们 nost路的踏迹 请收到电视 Joshua 一下ь 足够了 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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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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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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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们这么说 孙嘉诚可真是个好孩子 是啊 小小年纪 孙嘉诚就读的小学 是知名的私立学校 为了打造学校形象 每年也会定额招收一些成绩好 却家境贫困的学生 正因为学生之间有家庭差异 在校园里 有些学生会因为自身家境优越 而看不起那些条件差的孩子 但孙嘉诚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一直帮助他们 孙嘉诚乐于助人的举动 引起了侯友乐园官方的关注 得知他喜欢侯母 乐园工作人员和侯母网偶人 就给孙嘉诚送去了奖状和礼物 以示鼓励 这次官方让我们去了解孙嘉诚的事 你们说 是不是意味着她的经历 与题目中说的 侯母从粉丝身上获得的感动有关 的确 侯母会被粉丝的行为感动 应该是人们受她的影响 而做到了什么她力所不及的事 对了 我和孙嘉诚小朋友聊天的时候 她也说了类似的话 她说自己很喜欢侯母 一直以侯母为榜样 虽然她没有超能力 不能像侯母一样 在虚拟世界里搭展拳脚 但是她可以学习侯母的精神 在现实世界中 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别人 这么说来 她从一开始选择 把自己的午餐分给同学 而不是告诉家长 并且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基金会 不希望以捐助的形式帮助同学 这些 都是她帮助别人的方式 我们家新路也是这样 从小到大 都是个乐于助人 真诚善良的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喜欢侯母的原因 她在帮助其他人这件事上 也是挺有自己的主见的 新路小时候 就会定期去把自己不用的衣服 和旧书捐掉 平时还会攒下零用钱 去帮助流浪的小猫小狗 长大以后啊 更是义无反顾的 想要为国家出分力 我和老头子 也担心过 他的这份工作 是不是会有什么危险 但新路 从来没有变过心 新路和这个孩子一样 比我们想象的 还有勇敢 还有善良 帮助有还拍四个小猫 到晚了 Activision 平时 二个小猫 一张 龍 这个销 可以 继续 人 快 emos 把 把 车 是 车 说得不错 将善意付诸于行动 在无形之中 也是传递了侯母想要表达的爱 粉丝和侯母之间并不是单向影响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思想落伍了 我们一直以为侯母啊 是幼稚的小孩子才会喜欢的东西 是我们想错了 他对孩子们的影响 说不定啊 比我们都大呢 老了 是我们老了 没来得及能懂孩子 一定没问题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难到N to X 有我在 姐姐你就放一百个心 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会获得大奖的 要相信我们找出的答案 她教个人 我认识 他哥哥 都不算为啥 管他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这 我认识 我就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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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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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别提了 从秋千上下来 你差点就吐了一地 这个就别说了啊 总之啊 在优乐园的经历 对我们来说 是一段美好的会议 所以我想啊 侯优乐园 肯定见证了 不少人的过往吧 只是可惜啊 侯优乐园 在卫明市开得太晚 我们也老了 没法带星路去了 如果在那个时候 它就落成了 该有多好 我最后会会再下山 我会太晚了 我只要是在家了 我会浮腾水 这样子儿子 就要在家布图形成了 对它的怀疗 走领地三个 tier个圆图 落寸り 口里的 舞露 雳 对啊 后游乐园是大家的游乐园 每个人对这个问题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有道理 它存在的含义 应该就是丰富多样的 好啊 我相信姐姐的第六感 通常我们都会认为 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但这次 或许真的不一样 我相信你的判断 毕竟官方也没有明文规定 只能写一条答案 我们就这么写吧 如果星路 能看见这样的场景就好了 没事的 他一定会知道的 这样一来 是不是这个活动就做完了呀 好好好 希望能通过啊 这件事 对我和老伴来说很重要啊 沈老伯伯 你可要相信我们的实力 没错 我们不仅有实力 我们还有运气 我有预感 这次 我们肯定能顺利取得大奖 一定没有问题 先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就说一定没问题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是不是可以直接拿奖了 那我们赶紧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沈老夫妇吧 谢谢孩子们啊,谢谢你们。 哎,多亏了你们,我和老头子啊,才能完成新路的心愿,谢谢。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恭喜各位通过本次开元节,厚厚好运活动的考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开奖。 好哟,好哟,快来揭开神秘大奖吧。 麻烦各位来一下这边吧。 好哟。 好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次终于能完成你的心愿了 爸爸妈妈没有誓言 爸爸妈妈做到了 爸爸妈妈妈做到了 其实啊 星路 他早已经不在了 他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为了保护其他人 牺牲了自己 星路啊 是我们俩唯一的孩子 他这一去啊 我和老伴不知道伤心了多少年 我们一直在后悔 星路还在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能多陪陪他 理解他 完成他的心愿 每次想到我们答应过星路 等魏明市什么时候开了侯优乐园 就跟他一起去 我这心啊 就救得紧 疼得厉害 可惜 我和老头子 都没有机会了 唉 我们总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直到这次后悔乐园 在魏明市落成 小夏 实在抱歉啊 我们没有告诉你星路的事 其他孩子也是 我们对不住你们啊 我理解 你们只是希望大家去 后悠乐园的时候 还能开开心心的 所以你们没有说 而我也不想主动戳破这件事 再让你们难过 其实我 我都知道 在那次任务中发生了火灾 星路为了保护其他人 没来得及逃出来 牺牲了自己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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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我们送给沈心路的礼物 希望您二位会喜欢 也希望她会喜欢 红母世界里新的伙伴 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呢 我来为各位讲解一下吧 本次厚厚好运的大奖 是根据获奖者的形象和资料 在红母世界里设计一个新的伙伴 这也意味着沈心路先生 会以一个全新的虚拟形象 进入红母世界 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当然 她今后也会出现在 红母相关的系列短片 和互动内容中 也就是说 沈先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 永远地活着 虚拟形象设计完成之后 我们会为两位 送来一台智能全系投影仪 这样 两位在家中 就可以通过投影仪 和沈先生的新形象互动了 那新路还认得我们吗 新路的新样子 会有很大变化吗 新路他 还会叫我们 爸爸妈妈吗 只要给到的资料足够详细 我们就会尽可能地 把沈先生的生平经历 浮现在虚拟形象中 至于他的外表 我们也会尽量融合 沈先生的相貌进修还原设计 如果有语音资料 我们也可以将 该形象的声音功能 与沈先生的匹配 虽然通过全系投影 只能看到他 但我相信 以目前的技术 一定可以再听到沈先生 叫你们爸爸妈妈 谢谢 谢谢你们能让我们再一次见到新路 我们从来没有失望过 能再次见到他 谢谢你们帮我们圆了这个梦 还有小夏 谢谢你 和你的朋友们这么帮忙 谢谢 谢谢 嗯 嗯 是啊 我们也只是在能力范围之内 做了该做的事 星路 一定也很爱你们 只要我们还记得沈星路 他就一直活在我们心里 而且他现在有机会 和侯母一起作伴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嗯 他只是一另外的身份 陪伴在我们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老伯伯,你们往这边坐,这个位置更好 好,好 虽然我们为神老伯伯取得了大奖,但是这次委托,让他们又一次揭开了自己的伤疤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苦,实在是无法想象 沈青露能在侯母的世界里生活,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慰藉 逝者一意,但是对于神老伯伯他们,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就好了 我觉得可行,他们以前不也想带星露去后一六园看看吗 这个主意不错,也算是一种新的见证了 既然如此,那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最佳观赏区 行行行,座位交给我,保证是全场最佳 还有什么要求得早点说啊,反正就来不及安排了 快看快看,要开始了 快看快看,要快看快看 怎么了 一开始沈老伯伯打电话 跟我说起后优乐园的时候 我大概就知道 会和新路有关 虽然我和他共事的时间不久 但我能感受到 他是一个正直 善良又热情的人 这么好的一个人突然走了 还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沈老伯伯他们一定很难过 我是真的 真的很想帮助他们完成心愿 而只有你 不 你们陪我一起来做这件事 我才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认为这次委托一定可以完成 不会出现意外 还有就是 一点点私心吧 我才能感受到 鸡蛋 是啊 星露在天上 也能看到这么美的烟花吧 怎么了 有什么想说的 并不会 你看那边 也有很多人正在许愿 我反而觉得 这是一种纯真善良的反应 是啊 姐姐 你应该是我们几个人当中 心肠最好的了 希望每个孩子 永远快乐 能一直陪在父母身边 接下来该轮到我了 希望所有小朋友 都能拥有美好快乐的童年 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康成长 有着完美坚强的心灵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 也永远正直善良 不忘初心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